只可惜砰的一声响之后 万户也跟着灰飞烟灭 咱们今天聊个高大上的话题 火箭 大伙都知道啊 咱中国的火箭技术很厉害 有人就问了 说郭老师 火箭最早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 古代有没有载人航天呢 有 最著名的 长额奔月吗 咱早就上过月球了 当然这是个玩笑 其实关于火箭的历史 我还真知道一些 跟您分享 先说火箭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据史料记载是在三国时期 公元228年 魏国跟蜀国交战 魏国的将领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武器 在箭上装上火把 往蜀国的云梯上射 大家都知道云梯就是攻城的时候 架在城墙上的梯子 木头做的 一遇火就烧着了 那些个进攻的士兵呢 就没法往上爬 所以魏国靠着这一招就把城给守住了 后来大伙就给这个剑起个名叫火箭 很直观 火箭这么好用 当然就传下来了 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发明改进 一般都是用来打仗 但在宋朝的时候 也有人根据火箭突发奇想 创造了一种娱乐工具 也就是今天烟花的老祖宗 那会儿起了一个更酷炫的名叫刘兴 那火箭是从什么时候被发现能够载人升天的呢 这事呢 估计大伙都听过啊 是在明朝 那会儿有个叫万户的学者 他一直有个飞天梦 于是琢磨着自己坐了一把椅子 在椅子上绑了几十只火箭 而后把自己也绑在椅子上 两手各拿了一只大风筝 让人点燃了火箭 只可惜砰的一声响之后 万户也跟着灰飞烟灭 这个事啊 勇气可嘉 想象力惊人 后世为了纪念他 把万户尊为了火箭的鼻祖 到现在月球背面还有一座环形山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时候确实需要这样啊 有着无畏精神的先驱 后来大概是13 14世纪 这火箭跟着咱们的火药技术 渐渐传进了印度阿拉伯 后来又传到了欧洲 从那以后 全世界各国就加入了火箭的研究行列里 一直到20世纪 火箭才真正实现了载人航天 也算是圆了当年万户的一个飞天梦 今天很多小朋友都是看科幻电影长大的 都盼着有一天呢 自己也能坐上火箭 飞上太空 其实我也一样 我也希望人类的科学技术快点发展 等有一天 咱们坐火箭游太空 就像坐公交一样方便 那可过瘾了 到时候 我高低得办一张火箭年卡 天天出门刷去 这次来 我们知道了 拍 pitches